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从本节课开始呢 我们就进入了这个网络层具体内容的学习了 那么本节课我们首先来学习的是 这个IP协议的内容 那么这本节课呢 我们将会重点去介绍这里面的IP协议的 那么这本节课我们将会学习两个部分的内容 那么第一个部分呢 是这个虚拟互联网络 那么这个呢是重点的概念 我们要理解这个IP协议呢 我们需要理解这里面的虚拟互联网络 接着在第二个部分 我们将进入这个IP协议的学习 那么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将会了解这个IP协议是怎么样的 以及这个IP协议它有哪些部分组成 它的头部有哪些信息 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学习IP协议的时候需要了解的 那么首先我们来了解这里面的虚拟互联网络 那么什么是虚拟互联网络呢 我们还是从之前的一个问题开始 那么这个网络拓普呢 相信很多同学都已经很熟悉了 那么对于这个网络拓普呢 我们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么就是这个计算机A 它是怎么样把这个数据传输到这个计算机C的 那么对于这个网络拓普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 或者说把这个网络拓普给放大的 那么对于这一个大型的网络 计算机A是怎么样把这个数据传输到计算机B呢 那么这个问题从本质上来讲和我们刚才这个简单的网络拓普 它的性质是一样的 那么对于这个网络呢 其实有很多路径 可以把这个计算机A的数据传输到计算机B 比如说这样子的一个路径 它先经过这个中型网络 再经过这个大型网络 然后呢中型网络 小型网络 然后到达这个计算机B 那么除了这条红色的路径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画出别的一些路径 对吧 在这里面呢 这个计算机A的数据 你可以先到达这个中型网络 然后来到这个路由器 然后再转发到这个小型网络 小型网络 然后再到这个路由器 再到这个中型网络 路由器 小型网络 小型网络 来到这个计算机B 那么这条路径呢 也可以把计算机A的数据 传输到计算机B 那么通过这张网络拓普 我们可以知道A到B的这个数据链路 有很多条 除了这一条 以及刚才我们所介绍的那一条呢 我们还可以自行的画出很多不同的路径 那么对于这个网络拓普 或者说对于这条路径呢 其实我们使用者并不需要关心的 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关心 网络它具体是怎么连接的 我们也不需要关心 这个数据包它是怎么走的 那么这个是由我们的网络层所解决的 那么网络层呢 它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那么这个概念呢 就是这个虚拟互联网络 那么什么是虚拟互联网络呢 其实对于虚拟互联网络 因为我们实际的这个物理网络呢 它是非常复杂的 物理网络它可能连接不同的家庭 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国家 甚至是不同的大洲 那么实际的物理网络 它是非常复杂的 那么如果说不同的物理设备 都使用这个IP协议的话 那么就可以屏蔽 这里面的物理网络之间的差异 当我们的网络的主机 在使用这个IP协议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需要关注网络的细节 也就是说 我们在使用这个IP协议的时候 我们重点是关注这里面的端 到端的一个连接 也就是说 对于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网络透普 实际上我们并不需要关注里面具体连接的信息 我们只需要把它看作是一个虚拟的互联网络 就可以了 在这张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计算机A 它通过网络连接到一个虚拟的互联网络里面 然后计算机B呢 它也连接到这个虚拟的互联网络里面 那么这个计算机A 它只需要把这个数据 发送到这个虚拟的互联网络里面呢 这个网络就可以解决里面的传输力气问题 并且把它准确的传输到这个计算机B里面去 那么这个呢 就是IP协议 或者说是这个网络层所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那么这个概念就是这个虚拟互联网络的这个概念 那么对于这个虚拟的互联网络 或者说对于这个网络层 IP协议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协议了 那么IP协议呢 它就是解决把这个复杂的这个实际网络 变成一个虚拟互联的网络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计算机 或者说别的中等设备 连接到这个网络里面去就可以了 我们并不需要关注这里面 实际的复杂的物理网络 那么IP协议呢 使得这个网络层可以屏蔽 体型的细节 而专注这个网络层的数据转发 那么这一点呢 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那么这里面 如果我们从网络层去看待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不需要关心这个数据包 它是经过了海底电缆 还是经过了无线WiFi 还是经过别的一些路径 传输到对方的这个计算机 那么这个就是屏蔽了底下的细节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这个IP协议 它解决了在虚拟网络中 数据包传输路径的问题 也就是说IP协议 它向上对于我们用户来说 它提供了这个虚拟互联网络 但是呢它在底层它自己就解决了这个传输路径的问题 那么如果说我们是使用者的话 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个IP协议 它提供了这个虚拟互联网络的东西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说我们是这个计算机网络的学习者 或者说我们是这个编程员员的话 我们就需要了解 理解这里面的IP协议 它是怎么样解决这个数据包的传输路径问题的 那么这个呢 也将是我们本章重点的一个内容 那么在这里面呢 同学们需要理解这个虚拟互联网络的这么一个概念 好的 那么了解了这个虚拟互联网络的概念 我们接下来进入本节课第二部分内容的学习 那么第二个部分是这个IP协议 那么在学习之前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前面我们在学习该数片的时候 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 那么这个概念呢 是这个Mac地址 那么在前面我们知道 Mac地址呢它是每一个网络设备的一个身份证 也就是说每一个网络设备或者说每一个网卡呢 它都拥有一个唯一的Mac地址 那么在数据链路程呢 只要拥有了这个Mac地址呢 就可以进行这个数据争的传输了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知道这个Mac地址呢 它使用的是48位来表示的 并且使用的是16进制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Mac地址展开 变成这个二进制的格式 那么如果说展开为二进制的话 将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同样的 对于网络层 它也有一个地址的概念 那么这个地址呢 我们称之为IP地址 那么IP地址呢 是长这个样子的 我们也可以把它展开 那么把这个IP地址给展开呢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IP地址呢 它的位数并没有这个Mac地址那么长 它总共只有32位 那么我们平时在表示这个IP地址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我们一般是使用这个点分时进制来显示的 也就是这里面的这个表示方法 那么这个IP地址对于网络层来说 和这个Mac地址对于数据链路层来说 功能是类似的 这里面的IP地址是每一个网络设备唯一的一个身份 也就是说对于网络层来说呢 每一个网络设备呢 它都拥有一个唯一的IP地址 那么通过这个IP地址呢 我们就可以唯一的标识一个设备了 那么他们两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其实有的 首先对于这个Mac地址呢 它是唯一的并且是不可改变的 也就是说对于这个网卡 从一个地方挪到另外一个地方 比如说从我的计算机 它下来安装到你的计算机 那么这个Mac地址是不变的 但是呢 这个IP地址是不一样了 如果说我们的笔记本电脑 我们在家里面连接WiFi的时候 可能是这个IP地址 那么如果某一天 我们把这个笔记本电脑 拿到图书馆 或者是拿到这个星巴克 等等的一些地方 那么这个IP地址将会发生变化 因此呢 这个IP地址对于网络的设备来说 它是可变的 也就是说 只要这个网络设备 它的网络环境变了 那么这个IP地址就有可能发生变化 那么这个也是这个IP地址 和这个Mac地址 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Mac地址它是永久不变的 而这个IP地址呢 它是受这个网络环境所影响的 好的 简单的总结 这个IP地址 那么IP地址呢 它长度为32位 比这个Mac地址要短 并且呢 它长分成四个八位 然后呢 这个IP地址 它通常使用这个点分实境字来表示的 也就是说 每一个部分呢 都可以表示为 0至255 这么一个实境字的数字 因此呢 以下的几个 都是这个标准的使用点分实境字来表示的IP地址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对这个IP地址来进行一个运算 那么使用这个32位 一共可以表示多少个IP地址呢 同学们也可以来算一下 那么其实使用这个32位呢 最多可以表示2的32次方 这么多个IP地址 这里面有这个42亿的IP地址 了解了这个IP地址 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IP协议的学习了 那么对于IP协议呢 我们也还是先来回顾一下这个IP协议 它所位于的一个位置 那么在前面我们也学习了 这个物理层呢 它传输的是01这样子的比特流 那么对于这个数据列入层呢 它传输的是数据帧的这么一个力度的东西 那么对于数据帧来说 它分为这个帧首部 帧尾部 以及帧的数据 那么对于这个帧的数据呢 其实主要就是这个IP数据报的内容了 那么这些呢 都是前面我们所了解的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将对这个IP数据报进行进一步的剖析 那么对于这个IP数据报呢 它将会分成这个IP首部 以及IP数据报的数据两个部分的内容 那么这个表格 就是IP首部的具体的一个格式 如果我们需要学习这个IP协议的话 那么IP协议的首部将会是我们重点的内容 因此呢 在后面 本节课的后面呢 我们将会重点学习这个头部的信息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头部的信息呢 有非常多的数据 包括这个版本的数据 协议的数据 IP地级的数据等等等等的 那么这里面 每一个部分的数据 它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后面会学习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先对这个头部进行一个概览 这里面每一行都是32个比特位 也就是四个字节 这里面有12345 五行这个必须存在的这个内容 那么这个选项呢 第六行呢 是属于可有可无的 第七呢 是这个IP数据 我们不关心 对于这个头部 它重点 它必须拥有这五行信息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行是四位 四位八位加十六位 一共是32位 第二行呢 也是32位 第三行 四行 五行呢 都是32位的 那么每一行呢 是32个比特位 也就是四个字节 那么因此呢 对于这个IP鞋的头部来说呢 它至少有20个字节的长度 那么这个也是需要我们所注意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学习这里面 IP头部20个字节 每一个部分的内容 具体的一个意思 那么首先呢 是这个四位的版本 那么对于版本呢 它指的是这个IP鞋的版本 比如说单线的主流版本呢 是4 也就是这个IPv4 那么未来呢 还有这个IPv6 那么对于这个版本来说 通信的双方 它必须使用一致的版本 也就是说我和你通信 那么网络层呢 我们都必须使用这个IPv4的协议 那么如果说我使用V4 你使用V6的话 那么我们将不能进行这个通信的 那么接着呢 是这个首部长度 占四个字节 表示的是这个IP首部的长度 那么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单位呢 是32位置 也就是说是四个字节的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运算 它的头部呢 占四位 也就是说它的最大数值是15 因此呢 这个IP的头部呢 它最长的长度 是这个60个字节 也就是这个15 乘以4 接着是这个服务类型 那么服务类型呢 我们一般是不需要关心的 接着是这个 总长度 那么总长度呢 占16位 那么最大的数值呢 就是65535了 它表示的是这个IP数据报的总长度 总长度包括这个IP的头部 加上这个IP的数据 那么这个的信息呢 是存储到这个第一行的 后市流字节里面去的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提到了这个长度 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在前面 学习这个数据链路产的时候 我们也提到一个长度 那么对于数据链路产的长度呢 我们称之为这个MTU 最大存置单元 那么在前面 我们也学习了这个MTU呢 一般为1500个字节 那么这里面呢 这个IP协议 它最大长度 有65535这么长的长度 那么这个长度呢 是比这个MTU的要求要高的 那么如果说真正传输的时候 这个长度比MTU高的时候怎么办呢 那么如果说真的高的话 那么这个数据链路程呢 将会把这个IP协议进行一个分片 也就是说 把一个这个较长的IP数据报呢 拆分成多个数据帧来进行这个传输的 那么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 接着呢 是这个标识 三位的标记 以及13位的这个片片仪 那么对这个标识呢 一般是协议内部具体所使用的 我们这里面也不怎么关心 然后呢 是这个标记 那么标记呢 它占三位 那么目前呢 只有两位是有寓意的 那么这里面的标记 具体的功能呢 是标记这个IP报文 是否可以分片 然后是这个片偏移 那么对这个片偏移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如果说这个IP报文的长度 比这个数据帧的要求要长的话 那么将会进行这个IP报文的分片 把一个IP报文拆分成多个这个数据帧 然后进行这个数据内容成的传输的 因此呢 这里面如果拆分的话 我们就需要在这里面的13位片偏移 来记录当前的这个数据帧 保存的是 第几个偏移的这个IP数据 那么这个片偏移 主要是这么一个作用的 接着是这个 8位的生存时间 TTL 那么它表明的是这个IP数据报文 在网络中的寿命 那么对于这个TTL呢 每经过一个设备 不管是路由器 还是这个计算机呢 这个TTL都会减一 当这个TTL录为零的时候 网络设备必须丢弃这个报文 那么这个TTL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 那么这个TTL它其实解决的是 当这个IP报文 它在网络中找不到终点的时候 避免这个IP数据 在网络中无限的进行传输 以消耗这个带宽的 因此呢 设置这个TTL就可以让这个IP数据 在有限次传输之后 到达这个目的机器 或者说被丢弃掉 以此来避免这个数据在网络中 无限的进行传输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TTL的作用了 然后呢 是这个八位的协议 那么八位的协议呢 表明的是这个IP数据 它具体所携带的是什么的协议的数据 比如说这里面呢 可能属于这个TCP协议 也可能属于这个UTP协议等等的 那么这个呢 是通过这个八位标记来标记的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对这个协议进行一个简单的展开 那么协议呢 有以下的这些协议 包括这个ICMP IGMP IP TCP UDP OSPF等等的协议 那么这些协议呢 使用这个IP协议进行传输的时候 都会把这个协议八位 负不同的值 比如说ICMP呢 负值为1 TCP呢 负值为6 UDP呢 负值为17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协议里面 还有这个4 还有这个IP协议 也就是说 对于IP协议来说呢 IP协议的数据 还可以继续封装这个IP数据 也就是IP数据中的IP数据 那么这个呢 也是允许的 它在一些特殊的场合 也有它的作用 那么这个呢 就是八位协议的这么一个字段 那么现在呢 是这个16位的首部接任盒 它主要是 校验这个头部 是否有出错的 那么接受方 在接收了这个 IP协议的报文之后呢 它也会进行这个头部的校验 如果有出错的话 直接丢弃掉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这个首部接任盒的一个作用 然后呢 就是这个32位的 这个原IP地址了 那么原IP地址呢 指示的是 这个发送IP数据报的 这么一个机器的IP地址 然后呢 是这个目的的IP地址 那么这个目的IP地址呢 指示的是 这个数据报 要到达哪一个机器的 这么一个IP的地址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一些选项了 以及这个IP数据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IP协议头部的 具体的内容 那么理解这里面的 每一个字段的意思呢 有助于我们去理解 这里面的IP协议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节课具体的内容 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这个虚拟互联网络 我们要理解这里面的网络层 或者说要理解这个IP协议的话 我们首先要理解这里面的 虚拟互联网络的这么一个概念 然后呢 我们对这个IP协议 进行一个简单的学习 包括这个IP地址 以及IP协议的一个位置 还有它的头部 具体的一些内容 那么本节课呢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